一拜 開工順利 屏東縣長潘孟安 立委周春蜜與台唐董事長陳昭義 及來賓們一同上香祈福 接著持產動土 祈求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 趨興建工程平安順利 第二產農業發展經濟要升 屏東縣政府為活化及永續經營 屏東熱帶農業博覽會使用空間 並應應在地農產業發展用地需求 同時與周邊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及高雄區農業改良廠共同合作 依循產業創新發展條例及相關執法規定 設置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 開發面積共29.01公頃 未來預計可釋出17.17公頃產業用地 提供約60家廠商進駐 創造上前就業機會 我們利用在國道交流道底下 把原來的基地跟台塘合作 一起開發把它變成產業園區 讓虛地恐急的廠商 透過這樣的一個土地規劃 把原來29.17公頃保留綠帶之後 把真正低密度開發 做出14公頃的產業園區的地 其他的作為公共設施及綠帶來進行招商 那目前的招商也同步進行 未來園區主要以招募農產加工業為主 同時代入觀光休閒 食農教育及農產行銷等多元功能 而廣受歡迎的熱博將以不同形式呈現 透過整體園區規劃開發 促進土地有效利用 提升產業競爭力及增加就業機會 並建構屏東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 成為南向區域農業孵化基地 那這個地方主要就是要讓屏東的農業 能夠升級 然後跟觀光結合 而且要提供我們在地的就業機會 那整個開發起來 將近有14公頃會作為廠商的用地 那也可以增加1500個工作機會 那除了經濟部這邊的協助 後續我們也會再來跟農委會 爭取相關的補助 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 位於屏東交流道旁交通便利 加上今年農業物產館營運 未來配合產業園區完工後 形成農產業加工聚落 有助打造屏東農業新品牌形象 促進農業的轉型與升級 讓熱播園區邁向永續經營 記者張如云 楊振毅採訪報導